白玉,還記得你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剛畢業專家來拔多手拔刀 雖然只有短短的這四個月 但是過程中的點點滴滴都 烙印在我們所內每位同仁的心中 從去年畢業你剛開始跟著鄭瑞開始你的井子生涯 在時期階段的時候 你就表現出你賭自不倦的態度 可謂同期同學的開門 實際集滿後馬上就有能力獨當一面 有條不序的受理案件 成為讓民眾、長官、同事安心且讚賞的警察 中間成長的過程 學長姐們都會永不共睹 而你在學長姐們的心中更是一個人 除了能按時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外 遇到學長姐忙不過來的時候 都會積極主動的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面對需要幫助的民眾 你也能以同理心不吝嗇的提供幫助 與你相處過的人都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這一個禮拜都來 派出所雖然已經修復完畢了 但是大家的心中傷口卻永遠無法遇合 也看不見你開浪的聲音 這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大家都是充滿著不捨 只希望你能帶著親友、同學、學長姐們最誠直的祝福和愛 繼續你生命的下一個旅程 再見的旅遊 再見的旅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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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